第四野战军,在解放战场上共计下辖四个兵团,在1948年11月最先成立的是第12兵团与第13兵团,由于忙于解放天津的战斗,其余几个主力军尚未组成兵团编制,还是在平津战役结束后,第39军,第41军,第42军组成了第14兵团。 司令员就是原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,第43军,第44军,第48军组成了第15兵团,兵团司令员就是原第44军军长邓华将军担任,政委就是第43军第一任政委赖传朱将军担任,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将军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事指挥官。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在解放战争后期,他带领第15兵团,在南下战略追尖阶段,从平津地区一路征战到雷州半岛,在这过程中,15兵团解放了大批县城,也歼灭了大量敌军,随后,第四野战军的林总,就把解放海南岛的重任,交给了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将军,并将第12兵团的第40军,调拨第15兵团, 归等华将军指挥共同解放海南岛,要知道,海南岛之战,是第四野战军自成立以来的第一场海战,可能在当时四野大军,是全国陆战最强的一支部队,而海战也从未经历过,可见,解放海南岛意义重大,同时责任也大,因为谁都没有参与指挥过海战,都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次。 更重要的是,当时海上作战装备严重不足,没有大型的渡海作战工具,就连木帆船,在此之前都被反动派给砸毁了。 这样一来,给解放海南岛增加了难度,还好海南岛有穷牙纵队做内应,在叶帅、邓华、寒仙楚、红学志、赖船珠等几位名将的商议下,决定采取偷渡的方式,运送士兵到海南岛,然后理应外合。 解放这片海岛,就是利用这种方式,第四十军,第四十三军在寒仙楚,李作鹏等名将的带领下,发动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,经过一番生死搏斗,第四十军,第四十三军蒙虎化蛟龙,成功解放了海南岛,顺利完成了我军战争史上第一场海战,为后来解放东南沿海各地岛屿,做出了些表率作用,也积累了一定的海战作战经验。 所以,邓华将军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,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役中,他也是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将领,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,成为彭老总的得力助手。 参与指挥过五次战役,后出任志愿军代司令员,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,金城反击战,为援朝战役的结束,画上了完美句号。 所以,在1955年,邓华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,与此同时,他的搭档第15兵团政委赖传朱将军,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,第15兵团的司令员与政委,在建国后,都是上将军衔。 与此同时,该兵团下辖的三个军的军长与政委,都是中将军衔,第43军第一任军长洪学志,他在建国后,是上将军衔,第二任军长,就是率领第43军解放海南岛的李作鹏。 他在建国后,被授予海军中将,投身海军建设事业,有可能是因为李作鹏,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,表现出色,所以建国后,让他担任海军副司令员,并授予海军中将军衔,第43军的首任政委,是赖传朱,在15兵团成立后,他被调到15兵团任政委,这样一来,43军的政委,就由张池明将军接任。 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战将,10岁就参加革命,31岁就成为第四野战军的主力战将之一,38岁被授予中将军衔,成为最年轻的一位开国中将,第44军首任军长是邓华。 第二任军长是方强,他在新中国成立后,也投入了海军建设事业,并出任南海舰队司令员,1955年受中将军衔,第44军的政委是吴复善,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工作者,为革命的胜利,做出了一定的贡献,所以他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 据目前看来,邓华将军的15兵团下辖第43军,第44军的军长与政委都是中将军衔,那么第48军的军长与政委又是什么军衔,该军的政委是陈仁奇,他在建国后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,然而,作为第48军军长贺锦年将军,他在1955年是被授予了少将军衔,成为15兵团,三位军长,三位政委人员中,唯一一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军长, 开国上将许世友是第一任南京军区司令员,也是各大军区任期时间最长的司令员,他执掌南京军区18年,直到1973年,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,赴任广州军区司令,显为人知的是,1955年挑选南京军区司令时,许世友并不是第一人选,当时,素玉推荐了三野四大天王王健安,陈世举,宋诗伦和叶飞,然而毛主席却直接掠过这四人,直接点名许世友, 那么,许世友与华东军区有着怎样的渊源,素玉为何没有选择他,却被毛主席相中呢,1953年,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签订,中国暂时摆脱了外患,同时,国内剿匪工作基本结束,也排除了不安定因素,为了适应国内新的形势, 1954年,中央军委开始酝酿新的军改计划,鼓励将士转业,重新划分全国军区,当时全国有六大军区,以地区划分,设立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西南、华东、中南六大军区,在新的军改方案中,全国设立十二大军区, 对六大军区进行了拆分,其中,华东军区被拆分为山东军区和南京军区,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,与山东军区管辖山东,河南两个省份相比,南京军区权力要大上许多,安徽,江苏,江西,浙江,福建,上海六大省市都在管辖范围之内,同时,考虑到随时可能解放台湾,南京军区几乎接管了原华东军区九成的部队和机关,是十二大军区中管辖省市最多, 战备最紧密的军区,也正因如此,挑选首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工作,是中央军委的重中之重,必须选一位有资历,有能力又熟悉华东情况的同志来负责,原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元帅,本该是南京军区司令的不二人选,不过在1954年,陈老总接受周总理邀请,出任国务院副总理,开始从事外交工作,不再主持地方事务,而原华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素玉,也被安排到中央军委, 担任总参谋长一职,这样一来,南京军区司令的人选,自然而然落在了华东军区其他首长身上,素玉接受毛主席问询时,推荐了四个担任南京军区司令的人选,这四人分别是王健安。 陈世举,宋时轮和叶飞是三野第七,八,九,士兵团司令员,战功赫赫,堪称三野四大天王,对于素玉的意见,陈毅也表示赞同,并请求中央军委考虑,不过陈素两位首长,将意见上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后,却迟迟没有等到南京军区司令的任命,直到1955年3月14日,毛主席一锤定音,略过了三野四大天王, 直接任命许世友为首任南京军区司令,那么,毛主席为什么会点将许世友,许世友和原华东军区又有着怎样的交集呢?说起来,与三野四大天王相比。 许世友资历更高,曾执掌山东军区司令,后,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,是军区仅次于陈毅,素玉的三号人物,那么,素玉作为推荐人,为何略过许世友,推荐三野四位兵团司令呢? 要说明这个问题,还要从华东军区的行程,和许世友的军事生涯说起,抗战时期,许世友长期在山东作战,曾任八路军交东军区司令员,抗战胜利后,许世友没有跟随罗荣环北上东北,而是留在山东扩大根据地,陈毅帅新四军主力入鲁后,将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留守部队合编为山东野战军。 1947年2月,陈毅领导的山东野战军与素玉的华中野战军合并,成立华东野战军,许世友在华野九纵当司令,继续留在焦东军区作战,孟良故战以后,他升任山东兵团司令员,军队隶属于华野。 1949年2月,四大野战军成立,三野下辖七、八、九,是兵团,素玉提议当南京军区的四位将军,正是这四个兵团的司令员,此后,华野机关随三野主力南下,成立华东军区,素玉对这四位将军非常了解,许世友则留在刚组建的山东军区,历任副司令,司令。 他虽受华东军区领导,但因为是地方军区军事主官,与素玉没有多少交集,再加上因为伤病,许世友没有参加淮海战役,也没有给素玉留下多少印象,当然,素玉将军不是主官判断的人,对于南京军区司令的人选,他会优先考虑一线指战员,三野的四个兵团司令,全程参加了解放战争,宋世伦和王健安还作为兵团军事主官,参加了抗美援朝,比如宋世伦就指挥了长津湖战役, 许世友也去过朝鲜,担任志愿军三兵团司令员,不过那已经是1953年的事情了,他被派去关战金城反击战,没有亲自指挥,战前许世友还告诫指挥官杨勇要慎重,不能冒险,无论是淮海战役还是朝鲜战争,许世友都拿不出精彩表现,加上长期养病,素玉才漏掉了他,其实按照职务来说,许世友本该是南京军区司令的不二人选,1954年2月,许世友已经回国,就被任命为 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,考虑到司令员陈毅兼任上海市长,主要经历在地方,素玉很快又调任副总参谋长,随后升任总参谋长,许世友这个副司令,其实是华东军区的实际领导者,地位超过王健安,陈世举,宋世伦和叶飞四个兵团司令,因此在1955年,南京军区成立后,许世友当人不让, 出任军区首任司令员,素玉更了解麾下的四位猛将,毛主席则恰恰相反,他更了解许世友,毛主席与许世友的第一次见面,是在四川茂公,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,毛主席看许世友这么年轻,就当上红军军长,对他十分满意,还将他的名字许世友,改成了许世友,另外,许世友夫人田普的名字,也是主席帮忙改的,给许世友夫妇改名, 在这在开国讲帅中读一份,可见毛主席对许世友等厚爱,当然,许世友也有和毛主席闹矛盾的时候,红军抵达陕北后,许世友因为与张国焘有些交情,连接遭受打击,一时想不开,竟准备联合几位老战友离开陕北,回四川打游击去,逃跑事件发生后,许世友被关了起来,判了刑,毛主席是稀才之人,他知道许世友本身没什么过错,亲自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劝说,许, 是有一度想对毛主席动武,是毛主席小只以情,动只以理,跟他长谈了三个小时,才化解了误会,对此,你怎么看,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